前段时间闹得沸沸扬扬的外星人事件 也不知道是真是假 但要说哪个国家武器最不像地球科技 那必然是美国 其中其成冷战期间最顶尖科技的B2幽灵 怎么看都不像地球产物 火力军最近都有点干净 所以又开始瞎琢磨 想着打掉一架B2 好找隔壁的王大爷换钱 那该如何打下B2呢 B2这些年蛮活跃的 打过塔利班干过叙利亚 它作为世界最先进的战略隐身轰炸机 火力军想打下来还真的不容易 想必大伙也知道 B2航程大何在强 还配有美国先进的雷达和航电系统 当然最领人注目的 还要数它那超乎均长的隐身性能 凭借一手绝密隐身配方 稳坐世界第一隐身战略轰炸机的宝座 其实火力军明白 想要打掉B2 无非就是发现和击落两步 但B2隐身能力这么强 我们具体要怎么做才能搞掉它呢 火力军在熬掉两根头发后 终于想到 其实我们可参考F117隐身战机被击落的原因 去尝试分析打下B2的方法 首先我们要知道 当年号称外星科技的F117是如何被击落的 1999年美国和南联盟干了一架 明眼人都明白这是一场不对等的战争 当时美国在经济和军事上分别是南联盟的700和400倍 按理说南联盟的防空系统对美国应该是形同虚设才对 但就是在差距如此之大的情况下 F117莫名其妙的被击落了 让人摸不到头脑 后来在战后总结发现 原来南斯拉夫导弹南里旅的长官在战前制定了两个严格的规定 一是制导雷达开关机有时长限制 同一地点开机跟踪时长 开机不得超过两次 每次时长不得超过20秒 一旦超过时间 无论是否发现目标或被敌方发现 必须转移 这样的决定虽然让几方雷达处于长时间休眠状态 但也令敌方无法锁定摧毁几方阵地 二是将S125标准式四连装 为了控制重新部署的时长 达尼中小把四连装改成了两连装 转移时长从150分钟 硬是压缩到了90分钟 这样做也让S125地空导弹系统 这个60年代的老古董火控雷达 具有了很好的灵活机动能力 而且这位导弹旅长官好像还深阴用兵之道 打一枪就换一个地方 但如果仅仅如此 想要打下F117显然是不可能的 南联盟也觉得如此 自家雷达不行 那就请外援 于是就从俄罗斯那里搞来了P18预警雷达 不要以为P18是什么先进雷达 相反它也是一件老古董 当时执行雷达摧毁任务的是F117 装备的AGM-88高速反辐射导弹 最小可探测波长0.7米和1厘米 基本可以覆盖UHF波段 但P18的雷达波段偏偏是UHF波段 不在AGM-88A的探测范围内 AGM-88就很郁闷 难道以后打仗不仅我自己要升级 还要帮助敌人升级到我的波段范围内吗 现在是有了防空系统合理的战术 以及略强劲的外援 为了万无一失打下F117 南联盟还发动了埋伏在美国空军基地周围的群众间谍 北约的战机基本是从位于意大利的阿维亚诺空军基地起飞的 地面间谍可以清楚地观察到起飞的机型以及航向 甚至能截获战机的无线电通讯 有了这些 击落F117的条件达成了 这些都记下 打B2是要用到的 接下来正系开始 1999年3月27日 月黑风高 伸手不见五指 南联盟正式和F117战机交手 双方现在基本都是瞎子 南联盟是因为技术落后 而F117为了强化隐身 直接来了套阉割手术 杀了自己的雷达系统 即便被导弹锁定战机都不会发出警报 所以F117出动 十分依赖EA6电子战机的护航 但这晚由于天气原因 EA6无法升空 而美飞行员却信息满满 四架F117就这么出发了 殊不知刚起飞 间谍就向南联盟报告了这事 南联盟按照F117的速度掐着指头 准点在19.50打开了P18雷达 成功发现了F117 与此同时F117为了观察地面情况 确定打击目标 一位飞行员中校开始蛇行机动的花火 火力军不得不佩服他的自信 这动作虽然可以观察战机下方的地形 但同时飞机轻角会拉高 雷达发射面积也会大大增加 但最致命的还不是蛇行机动 而是打开炸弹舱门的瞬间 大家都知道一般隐形飞机的弹舱门外表都做了隐身涂装 但偌大的弹舱是不可能隐形的 当泽尔科按下头弹的瞬间 南联盟的S125的火控雷达也锁定了他 这种被雷劈中的小概率事件就这样发生了 此时泽尔科并未察觉到导弹来袭 可就算他知道危险将近也是跑不掉的 就这样两枚导弹升空 第一枚从F117头顶掠过 第二枚就近引爆 4500枚金属碎片击落了F117 科索沃战争结束9年后 F117就提前退役了 通过参考F117事件 如何击落B2隐身轰炸机 霍利军便有了眉目 我们可以从反隐身雷达 天机武器以及间谍方面入手 有没有感觉燃起来了呢 从反隐身雷达入手 就要先了解B2的优缺点 我们都知道 B2最大的优点就是它的超乎寻常的隐身能力 也幸好美国打算研发新一代B21来替代B2 我们这才有机会了解B2的隐身参数 知道它为了隐身性能都做出了哪些改变 从美军公布的报告看 B2的雷达隐身数据为0.75到0.05平方米 这数据啥概念 不懂 如果你和F117和F35比较 前者是0.003平方米 后者是0.005平方米 一只小鸟的雷达反射界面积为0.01平方米 这么做个比较是不是就清晰了很多 从外观上看 B2光溜溜的一看就留不住物体 雷达波也不例外 它密封式玻璃仓罩 呈一个斜面 而且所有的玻璃在制作过程都掺了料 可以使雷达波无法穿透仓体造成反射 它的气动布局让各个方向上的入射雷达波 都无法反射或折射回雷达所在方向 并且还附加有不规则风潮式空穴 还可以吸收雷达波后方的探测雷达波 让其无法反射回去 而且B2是无垂直尾翼 可以大大减少飞机整体的雷达反射界面 机体下方没有设置武器舱或武器挂架 连发动机舱和起落架舱也全部埋入到了平滑的机翼之下 从而避免了雷达波的反射 再加上B2战机的整个机身 除主粮和发动机机舱使用的是太复合材料外 其他部分均由碳纤维和石墨等复合材料构成 不易反射雷达波 而且它的整个机体都喷涂上了特制的吸波油漆 很大程度上降低了敌方探测雷达的回波 为了隐身的需要 甚至连B2飞机的发动机进其口都放置到了机翼的上方 呈S状 可让入射进来的探测雷达波经过多次折射后 自然衰减无法反射回去 发动机喷嘴则深至于机翼之内也呈风潮状 使雷达波能进不能出 此外发动机构建内还装有气流混合体 它能将流经机翼表面的冷空气导入发动机中 持续降低发动机室外层的温度 喷嘴呈宽扁状 使人在飞机的后方无法看到喷口 特别是由于采用了喷口温度调节技术 喷嘴部分的红外暴露信号大为减少 飞机的隐身性能大为增强 有没有感觉到压力山大 B2的隐身能力简直强的离谱 能使用这些尖端科技的估计也只有美国能做得出来 但B2也是有缺点的 B2除了贵这个缺点 另外一个缺点就是 它不具备超音速突防能力 所以打掉它还是很有希望的 想要打掉B2 我们首先要发现B2 而想要发现B2 就要靠雷达反隐身技术 根据隐身技术的通病 目前比较流行的几种雷达反隐身技术 只要肯升级 对B2还是有作用的 像短波超视距雷达技术 该项技术的优点是超视距雷达 工作在3到60MHz 被照射目标产生较强的斜阵型后向散射 且外形隐身技术对该雷达影响很小 肾高频与超高频频段雷达技术 波长较长的肾高频和超高频雷达 只要当克服了目前存在的抗干扰能力低 侧脚精度和脚分辨能力差等缺陷 就能成为对中远距离飞行的隐身飞机 进行警戒的地面雷达 打掉B2也就有了可能 甚至可以实现引导拦截飞机 也有希望多一份工作 成为预警机上的雷达 去打打能超低空飞行隐身战机的秋风 而多基地雷达技术和空载平台雷达技术 是火力军比较看好的技术手段 多基地雷达的优点 是从多个角度观察目标 降低了隐身目标的隐身性能 且生存力强 缺点是仅能在发射机波数 与接收机的作用范围交叉的区域发现目标 需要进行空域的同步等 如果是采用空载平台雷达 从空中俯视目标的上部 需要将系统装在空中平台上 如果是采用天机测量系统 那需要将系统安装在卫星上 总之只要能在现有技术上再升升级 估计就能更加准确的起到发现B2的作用 再说了 尽管B2隐身技术 可以使一般雷达难以发现隐身目标 但是现代雷达可以综合利用 频率域空域的技术手段或措施 让空天地多基地雷达组成一张大网 就可以实现对B2隐身目标的探测 但这样的代价实在太大不划算 所以火力军觉得 想要发现B2未来还要靠升级后的 天空机雷达探测系统 和双多基地雷达系统 天机雷达探测系统 应该是将雷达挂在地球卫星 或是宇宙飞船等空间平台上 空机雷达探测 则是利用预警机 飞艇 气球 无人机等空中作战平台 两者都是从高空 针对隐身飞机顶部进行探测 我们都知道隐身飞机隐身的侧重点 大多都是飞机边缘 侧面和尾部的强反射部位 对顶部采取的隐身措施 通常比较少 因此 天空机雷达探测系统 就可以从隐身战机上方 实施俯瞰探测 轻而易举的就能发现B2隐身战机 而双基地或多基地雷达系统 就是使距离很远的多个雷达 联网工作 从不同的方位 对B2隐身战机进行探测 从而发现它 只不过现有技术是真的难以做到 好抽 那你说能不能新造一款 能发现B2的雷达呢 我们知道 隐身战斗机的涂层 可以吸收掉大部分的电磁波 以至于让雷达接收设备 接收不到反射回来的信号 但是任何一种隐身涂层 都无法反射掉所有的电磁波 比如米波波段 米波雷达就是一款 工作波长在10米左右 工作频段在30到300MHz之间的 一种长波雷达 它能够对隐身战斗机的波长 进行特殊识别 探测到隐身战斗机的存在 可能有人会说 米波雷达的缺陷也有很多 低仰角 盲区大 不能准确侧高 无法连续覆盖多个空域等等 但既然南联盟都能凭借 米波雷达探测到F117 难道我们不可以 想办法给它升升级 设计出一款抗干扰 抗损坏能力更强 没有缺陷 或是正好克制B2隐身能力的雷达吗 唉 好难呀 那假如我们能发现B2了 接下来该如何打掉呢 B2最大的优势隐身被破后 其实也就没啥了 加上B2无法超音速飞行的 当反隐身雷达锁定B2轰炸机后 你可以像南联盟打F11一样 用导弹击落 或是可以派遣战机进行拦截 导弹当然要选S400防空导弹了 毕竟美苏冷战中最了解自己的往往是敌人 至于战机稳妥点就随便选个五代机 速度达到两马赫的就可以 对了 前面说既然是天机雷达发现B2 那你说有没有可能用天机武器从太空对B2进行击落摧毁呢 毕竟B2也挺贵 干一炮应该不亏吧 天机武器在火力军的设想中 就是等离子加农炮激光武器等能量类武器 因此天机武器系统应该是那种面板展开以后可以吸收太阳光束将其转化成能量 并且通过彼此传递 最终以发射的卫星为主将聚集的高能量光束垂直射向B2隐身轰炸机 如果能量足够强大 可能只需要一次开火就能将B2轰得连扎都不剩 并且因为是垂直攻顶的打击方式 所以无法被拦截甚至躲避 打击的精度相当高 但这同样是火力军的构想 或许以后会实现吧 那要是派间谍 虽然无法像F117那样人肉制倒 但你觉得让B2直接瘫痪在机场上 你觉得可行吗 据苏联调查统计 二战之后的数次战争有70%左右的战机 都是被对方击毁在机场上的 现代化战争 武器装备早都已经达到了一定水平 要对空一架一架击落战机 这么大的工作量谈何容易 这种机场直接歼灭的实战案例也不是没有 在第四次中东战争中 埃及和叙利亚为了支援在以色列前线作战的友军 将自己的大量空军兵力都部署在了西奈半岛 结果原本不战优势的以色列军队利用摩托化的步兵进行了短促突击 直接将埃及整个空军防空体系都销毁在了西奈半岛 埃及的对空武器装备直接被歼灭 这一战役直到现在还被称送为对空作战的典型案例 我们对付B2也完全可以效仿这种战略打法 直接将B2摧毁在机场 至于具体要怎么做 火力军想了半天也只想了一种办法 B2飞行员 如果间谍能成功混成B2飞行员 他就可以效仿B2坠机事件来摧毁B2 2008年2月23日 在一个风和日历的日子里 克林少校和克里夫上尉正准备驾驶B2轰炸机执行任务 一切准备就绪 两位飞行员驾驶着幽灵号准备返回主基地 就在飞机进入跑道时 主警戒灯突然亮起 仪器屏幕上显示出大气数据错误 但只是响了两声警报就解除了 飞行员以为故障被飞机的计算机系统处理了 并没有放在心上继续执行起飞任务 可就在飞机抬头离地的一刹那 机头突然大幅度上扬 这让两位飞行员瞬间慌了神 他们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以为是飞机动力不足 于是加大了油门 但飞机并没有爬升 在离地面只有24米 而且速度还在往下掉 这时候飞机完全不受控制了 飞机开始剧烈地震动 飞行员觉得情况不带退劲 他们只在模拟机上体验过这样的震动 就是飞机马上要失速的时候 与此同时飞机的左翼沉了下去 直接擦到了地面 格里夫尚未感觉到飞机马上就要坠毁了 现在唯一能拯救两人生命的 只有弹射座椅了 他毫不犹豫地按下了按钮 驾驶舱顶部的炸药将舱顶炸开了一个洞 火箭瞬间将飞行员弹出飞机 就在两人弹出的下一秒 这架价值20亿美元的轰炸机 坠毁在了关岛基地的跑道上 这一幕让空管们都看傻了 从业19年 他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情况 飞机坠毁燃起的熊熊大火 直到两天后才被扑灭 这起事故成了有史以来最昂贵的空难 空军高层十分重视这件事情 毕竟20亿可不是个小数目 他们立刻叫停了剩下的20架B2 等调查结果出来后 才能够再次起飞 最终调查员们调查的结果 不是因为飞行员操作不当 也不是因为飞机数据错误 而是因为沟通不当所导致的 经过这件事故 空军给所有维修人员和飞行人员进行了培训 要求他们时刻了解到操纵飞机的技术设备的重要性 间谍也可以模仿这样的操作 进行无痕的摧毁 但这样会有一个致命问题 一个间谍肯定只能摧毁一架B2 这不一定能保证成功 所以要派遣多少间谍合适 真令人头疼 而且要混入这么多间谍 也好不现实 哦天呐 火力军搞了半天 摧毁B2要么是技术达不到 要么是需要把美安全局当摆设 搞掉B2居然这么难 火力军放弃了 你们有啥好建议吗 欢迎在评论区留下您的看法 我们一起讨论 本期视频内容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再看 2 2 2 3 2